欢迎收看杜高斯贝电视 本周的市场上发生了很多的大事 今天做客我们演播时的是约翰·汉考克 欢迎你 很荣幸 很高兴见到您 可以说在最近的市场上 发生了很多的影响市场流动性的事件 那么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呢 如何看待市场上所发生的一切 要结合世界性的事件来分析 比如说想知道股票因为什么原因而下降 则需要考虑到在股票下降背后 是埃布拉疫情逐渐严重的结果 欧洲经济或许将重新陷入到衰退之中 并且危险地缘关系仍然继续在加深 例如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关系 以及一些中东矛盾等等 并且这些事件仍然在进行当中 众所周知 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矛盾 以及相应带来的制裁给双方和欧洲的经济 都带来了很大的损失 事实上 很多时候 我认为市场的表现 和人们对事件的反应 以及投资情绪 有着很大的关系 是的 很明显 目前市场的投资者 对于市场最近的变化 并不是很满意 那么在您刚刚提到的那些事件中 比如说经济的 或是政治上的那些事件 哪些对市场的影响最大呢 我认为政治方面的影响因素 是非常的大的 让我们看一下 美国和欧洲的经济基本面 以及最近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 那就是原油价格的下滑 当然 这也引起了很多的争论 这个问题 我们需要从两个方面去分析一下 当然 对于原油生产商 和在这个领域工作的人来说 这不是一个好消息 如果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 原油价格的下降 意味着能源价格的下降 这将给人们的生活 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这也就意味着 人们有更多的钱 可以使用在其他的方面 任何不好的事情背后 都有好的一面 还是那句话 政治因素所带来的影响力 往往超出了你的想象 会给我们投资以及生活 带来太多太多的不确定性 根据纽约时报周刊的一篇文章指出 美国的经济可能将面临一个很大的滑坡 那样的话 全球的经济又会被牵扯到其中 前不久 美联储决定结束货币宽松量化政策 这已经给全世界的市场 带来了一定的波动性 以及即将要到来的利率上升 也会给一些新兴市场外部的融资环境 造成影响 总体来说 美国的任何经济活动 都会影响到全球的经济活动 此外 欧洲的经济也并不是那么的理想 还有一些将不会表现得那么明显 则属于潜在的影响 是的 人们总是对未知的不稳定的东西 感到不舒服 哪怕是发生的可能性很小 也是一样的 那么您认为 在接下来的时间内 货币基金会议有着怎样的看法 以及全球据20成员表现 有人认为 全球经济将再一次的迎来危机 您是否赞成这个说法呢 有一句美国的格言说得非常好 没有人知道会发生什么 我认为 目前的状况 就可以用这句话来形容 再好不过了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是1944年7月 在美国新汉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 召开的一次联合国会议上建立的 参加这次会议的 有44个国家的政府 试图建立一个经济合作框架 从而避免再次出息和国际支持体系的加剧 20世纪 30年代的大萧条竞争性的货币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意在保证国际货币体系 即汇率体系稳定 对于促进可持续经济增长 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和减轻贫困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基金组织其实和G20的目的是一样的 就是为了保证全球的经济健康 达到每年2%的增长率 但是它们并不是世界经济的中心 我们可以说 我们生活在一个并没有中心控制的世界中 因此很多的事情 都是我们所控制不了始料不及的 即使存在G20和货币基金这样的组织 下一个我想要问的问题是 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G20 对于全球的经济 还有哪些措施以及影响力呢 是的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我们就拿美国2007年到2008年的危机来说吧 现在正式的学名叫做环球金融危机 或者叫做次贷危机 在那段时间内 我们解决了所有的危机 包括通胀以及低增长 那时有很多的国家格外引人注目 包括中国的高速增长 印度经济增速的保持 以及一些非洲国家的经济 获得了高速的增长 在当时 所有的银行 和所有的国际性的货币基金机构 都认为 一切都在他们的掌握之中 但事实证明 这不是他们所能掌控的 事实证明 后来发生的一切 完全出乎了人们的预料 出乎了那些组织的预料 回到次贷危机问题上 为缓解次贷风暴 及信用紧缩 所带来的各种经济问题 稳定金融市场 美联储 几个月来大幅降低了 联邦基金利率 并打破常规 为投资银行等金融机构 提供直接贷款 以及其他融资渠道 美国政府还批准了 耗资逾1500亿美元的 刺激经济方案 以及金融机构融资等等 准备金额度等方面的限制 在这样的背景下 还是有很多的银行 和金融机构相继地倒闭 然后被政府所接管 所以说 美联储 或者是欧洲央行 以及其他的一些组织 是控制不了 世界经济的动态的 是的 我非常喜欢您说的这句话 没有人知道会发生什么 像您说的 趋势似乎是现在就存在的 例如说德国 似乎不支持欧洲央行 想要购买债券的方式 来刺激经济 这一度引起了 很大很大的争议 我现在想要说的就是量化宽松政策 那么您对此有着怎样的看法呢 您所说的这个问题 是关于意见上的冲突 所造成的 正所谓 人与人之间始终存在着差异 想法也都是始终不同的 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尤其是在涉及到各自的利益时候 这事实上是非常容易理解的一件事情 相对于现在 我更喜欢从前那种更为自由的时期 例如当你看到奥巴马 你可以直接去打招呼 说你好 奥巴马 喝一杯怎么样 现在的人们喜欢在电脑面前 抒发他们的情感 喜欢登陆部落格 或者Facebook 来给自己和朋友的生活 加以评论 现在的人们更喜欢去命令别人做事情 而人们希望成为那个可以发号示令的人 并解决问题的人 但是我认为 就政权而言 没有哪个时代比现在更加稳固了 这对普通人来说 是一件相当好的事情 我们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活着 在现在这种时代下 非常的好 对 你是对的 所有人都希望成为那个可以去命令别人 或者说解决问题的人 责任越大 利益也就越大 权力也就越大 好的 非常感谢您的到来 为我们带来了如此精彩的评论 为我们带来了自己的精彩见解 感谢你的邀请莫妮卡 好的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请持续关注杜高斯贝电视 为您带来的更多更全的更新 我们下次见